另外我再跟各位 就是另外分享一個就是 大家現在都有Facebook 非常夯的話題 你今天種菜了嗎 我種了 而且被偷了 被偷的是杏花還是蘿蔔呢 對 大家都知道 因為現在這個話題大家還滿夯的 對 我Facebook其實 你其實就選照片 就可以上載到Facebook 而且你只要 只要就是懂得怎麼樣觸碰 一樣我用手指把這個拉下來 其實我覺得Facebook非常的好用 雖然大家都是用它在種菜 然後玩餐廳等等之類 可是我覺得它好用是因為 它照片分享出去的時候 你可以直接在那個人名上面標示 是的 你要分享給哪一個朋友 比如說這個朋友是Tommy 就會同步在Tommy的Facebook上的 那個塗鴉牆裡面發表 我覺得這樣子很方便 我就也不用用E-mail寄給你啦 反正我就說 你說我上傳了在這邊 你也同時可以獲得這張照片 對 沒有錯 在這邊的話 其實你上載到Facebook 是比你我們一般的更簡單 因為我現在只要選照片下來 我們按上傳至Facebook 然後它就會直接去連結 你Facebook的帳戶 它會等待授權 它因為這邊的授權是Facebook 你按開始上載 它就會馬上幫你做一個轉檔 而且它有一個連結 它轉完之後 你可以看到這邊有個連結 我只要點這個連結 馬上就可以看到我的照片 它現在…我現在是… 因為我現在已經點網路了 你看這兩張是我剛剛選的 好迅速 很快 好用 對 然後你就可以… 我相信就是一般的 不管是爸爸媽媽 可能就會對Facebook不了解 但是它有聽過 對 可是它透過這款 它馬上就可以跟Facebook 做一個連結 好用耶 所以不只是Facebook 其他的一些 像這種微網誌型的東西也可以嗎 譬如說Flickr 對 也可以 對 我們這邊都有跟Flickr做合作 還有YouTube等等 幾個大型的網站 等於說你都可以透過這樣方式就對了 是的… 那真的是簡便很多 對 接下來我就跟各位介紹一個 就是更酷更炫的 就是說你… 就是之前你要分享之前 你可能要做一些編輯 因為你要與眾不同嘛 它小修一下 小修一下 對 我們這邊有提供很多分享 就是說包括相簿 你剛才主持人一開始拿的那個東西 就是從這邊建立的 那我先… 那不僅是可以建立相簿 也可以做卡片 多如瓶結跟月曆等等 那我先稍微示範一下相簿怎麼做 好 因為剛才大家一開始看那個相簿 覺得很困難 很酷 所以那很… 可能會想說很酷 但是它會覺得很… 不是那麼容易就做出來 對啊 這感覺是專業的那個 對 就是印刷工程 但是我現在大概 大概只要5秒鐘就做出來 真的嗎 真的 我先示範一下 譬如說我現在選… 我要倒數囉 我選一個 讓我選完 好 讓你選 我選完之後才開始數 好 好不好 我現在…接下來我就… 把我的照片 譬如說我現在… 這個是… 譬如說我覺得這個很重要 因為我有在玩樂團 我這個樂團的照片 我直接一次就拉進來 一個…整個資料夾拉進來 我按移到相簿去 然後它這邊就會有 連我剛剛選的照片 都會在這裡面 OK 因為你已經拉進 同一個那個框格裡面了 對 然後它這邊看到 就是一個相簿的功能 然後它做出來的感覺 我們現在在製作 如果你要換照片 譬如說我現在加更多照片 就我之前的兩張照片 我要怎麼換照片 其實你用手指都可以觸碰 譬如說我現在這個 直接拉上來 它就會做… 做轉換 真的好方便喔 我也可以試看看嗎 那你要這邊沒有拉過來 這邊沒有位置 要拉上面 要拉上去 或是你把下面上面 下面這個照片拉上來 對 它就這樣去 好方便喔 這邊沒有沒有圖片 對 那邊是那個 那邊是… 那邊是給你放其他的圖案用的 譬如說我再翻一些 就可以替換掉 對 馬上就替換掉了 但是更神奇是 我們現在做完之後 我們把它輸出成一個檔案 叫做Server Line 因為其實它叫Server Line 是Microsoft一個新格式 對 你朋友收到的時候 它其實是一個ESC的檔案 對 然後它當它收到這個檔案的時候 它也可以享受這種互動的感覺 你的意思是說 我們把它做成相簿 我們寄成 寄給朋友 朋友看到的也是一個相簿 對 譬如說這個相簿 我現在這個相簿我收到之後 我只要點兩下它就會開啟 而且檔案很小 那我就可以一樣的 譬如說你在Window 7的Touch 我就可以做這種翻頁的動作 好酷喔 對 酷斃了 對 所以這個Formate 非常…酷炫 而且非常互動 所以我覺得這種是一個 好 可是如果我 譬如我是你的朋友 我收到這個相簿 但我並不是Window 7的介面 怎麼辦 它跟Window 7沒有任何關係 沒有關係 它只是一個格式 所以我收到我還是可以這樣子 就是我可能沒有辦法用 多點觸控的方式去翻 但我還是可以用滑鼠下面 對 也可以滑鼠 因為下面有一個下一頁 所以我先按 它就會一樣字的也會翻一點 但我還是收到的是 一個相簿的格式 對 是的 沒有錯 這樣很棒 很貼心 它這個是Server Line 所以它不管是在 你的Windows XP Windows Vista Windows 7 甚至在Linux 都可以讀 都要拿的檔案 支援很多就對了 沒有錯 好 我接下來為各位介紹就是 剛才主持人一直在提的 修片 對啊 因為修片 對我們女生來說很重要 好 我現在教的 因為我們其實這個軟體很簡單 但是它還是提供了 很強的修片的功能 而且它可以滿足一般的需求 我現在我點一些照片 我點進去好了 哇 好多的美女照 美女圖 我現在點這張照片 這張照片我把它放大看看 其實它沒有太大的問題 但是因為當初可能在拍攝的時候 它有一個光暗暗 暗太暗 所以造成牙齒不是很白 我們在右邊有一個工具 叫做修飾裡面 大家可以看到這是什麼 牙刷 牙刷 所以牙刷要刷哪裡呢 刷牙 刷牙 OK 我在這牙齒的地方點一下 它大概是 有看到嗎 真的耶 它可以再更白嗎 它現在我在螢幕看已經是 已經是大概非常非常白 因為你再點一次 它應該也是 就爆了 就爆了 OK 這是便宜 另外其實 我現在示範一個 就是大家常看到一些 這很快速耶 就不用說一顆 一片一片的去修 它會自己抓出那個範圍對不對 對 沒有錯 它是非常… 因為它其實就是讓你就是直覺式 非常直覺式 你就看到就會用 那譬如說這張照片 大家一看就知道有線 紅眼 紅眼 對 那這上面我們這邊有個移除紅眼 它怎麼做呢 很簡單 就是你只要選出眼睛大小的範圍 適當的大小 適當的大小 然後按下這個 OK 按下這個眼珠 它馬上就把你的紅眼給去掉 好快喔 很快 非常快 我覺得這個一般的軟體都做得到 但是我們現在我跟主持人介紹 另外一個是女生都愛的功能 粉餅的功能 粉餅 粉餅功能是什麼意思 就把它上粉嗎 我先示範一次給你看 你就會這樣 譬如說這邊有一個叫瑕疵修正 它其實它就有一個花 這個粉餅殼的 好可愛 就一個粉餅圖 對 然後 OK 我先把它大小縮小 大家可以看它這邊有 這個女生它這邊 我先把它移上來一點 OK 好 可是這邊其實有一些小瑕疵 這邊有一個字 對 我就這樣 因為大家會用粉鋪的話 就是在這邊蓋一下 我就按一下 按一下就好 這邊就不小 可是它的腮紅也不會被 它腮紅也不會消失 沒有錯 這邊有一個字我按一下 消失 好靈敏喔 上面有一個字 按一下消失 除了這樣 除了這邊 各位可以看一下 這邊有髮絲對不對 我們的粉餅還可以把髮絲修掉 我在中間蓋一下 還可以把髮絲修掉 對 它不會影響到其他 而且它不會把眉毛修掉 我淡下去 眉毛還在 湯米 就真是太神奇了 OK 然後 這個鼻子旁邊有個鼻邊痘 其實我覺得最難修的這種 一般來講高階的修片都不見得好修 比較有凹就是有那個 對 它會出現 我直接把這個範圍修掉 我直接點在這個地方點一下 看它能不能很快的修掉 OK 它就會把它修掉了 哇 這好用 真的 女生都愛用 因為我就想蓋… 然後它就可以修得非常完整 但是不是 我要講女生愛用 不是說因為它可以把我們修得很美 女生愛用是因為它很好上手 是 我一直說上手 但是我現在這樣看 我覺得對我來講 沒有什麼操作上的困難 我會覺得是非常OK的 對… 所以其實不一定就是說 你今天要修圖 或是你要做這個影像的編輯 好像就是很難的事情 其實也可以很簡單 也可以很簡單 因為其實我們透過這些軟體 的一些功能 而且它都是圖案式的 所以你根本你甚至不需要了解 那個按鈕叫什麼名稱 你就會使用 就會使用了 除了影像編輯之外 我覺得這個影音的編輯 對我們來說也是一大問題 我們現在學完了影像 可能覺得OK了 可是影音我覺得 那真是更難要剪輯 要幹嘛…的 其實很多人都沒有辦法把它做好 所以家庭錄影機 都是VV買一買又放在一邊了 因為拍出來的影片不滿意 要怎麼樣可以透過這個軟體 也讓它來重新跟大家碰面 讓自己拍出來的影片是比較好的 等一下也要請Tommy繼續來 跟我們做一下介紹 好不好 我們先休息一下 待會兒回到 吃上心歡迎打抗 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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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